我今年六十岁了 现在在北京公王府大戏楼 每天都在这为游客演唱 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京东大谷 我自六九年底参军入伍 从地方进入了部队 十七岁当兵 当十七年兵 又回到地方 就三个市文化馆 担任文化馆副馆长 兼任三个市青年玉米团团长 前几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在家里闲着无事 就赶紧的很憋得 后来被公王府的工作人员看到了 说您到公王府大戏楼来唱京东大谷吧 我说好啊 从那开始在这演唱了将近两年了 今天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个传统小战 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 今天要演唱的是京东大谷 这个我们不算外人 因为相声鼓曲是一家 没错 统称叫曲艺 有个问题想问您 说 咱都是这个干曲艺这行 想问您 说 有诗诚没有 有啊 我的先生 重名京东大谷表演艺术家 董贤坤先生 董先生 天津的曲艺名家 还有一位先生 是山东快速表演艺术家 刘立伍先生 高派 高派赛传 高派传人 真好啊 今天站在有话好好说的舞台上 您打算表演什么节目 叫 缺德 最佳 来吧 我们来听一下崔先生这段作品 缺德最佳 来 谢谢 看一看 说了一个人的外号 他叫缺德 干出事来就令人指责 今天我唱上他一件事啊 喝了酒他还敢开车呀 他车上边坐着人三个呀 他的妈 他的儿子 他的老婆 这缺德开车上了公路 那车速足有二百多 这交警一看就把他拦住啊 那轻语交出这驾驶执照 这缺德说 我没有执照 我召开车呀 想要罚款你就罚款 这罚多罚少你尽管说 这缺德的媳妇就把话说哟 哎 Haven't Watersk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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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y y 这交警大哥您别生气 他喝了点酒 这嘴上他就无得 这交警听吧 明白了 我就咔嚓嚓 这掏出了手铐 又掏出缺德 这他把缺德 喝在这警车上 这转身又上了缺德的车 这你们仨也得去遛口供啊 有啥话请到警察局里说 这就是 这缺德罪嫁一个小段啊 这就是 这缺什么可以别 缺少道德